要有超人一等的绩效 必须靠两件事保本和基础权雷达 这是斯坦利朱肯米勒最常说的一句话 朱肯米勒或许很多人对他并不熟知 他是华尔街最重量级人物之一 也是量子基金前首席基金经理 1997年与索罗斯成功地策划了震惊国际的东南亚金融风暴 1998年再次手握巨资 与香港政府进行了一场世界豪赌 虽然以失败告终 但令金融界认识了这位年仅40多岁 就掌管着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 当年斯坦利朱肯米勒决定放弃当研究生 直接进入现实社会后 在匹斯堡国家银行股票分析师的职务 他干了不到一年 就被提升为股票研究主管 斯坦利朱肯米勒相当热爱工作 早上6点进入公司 一直到晚上8点才离开 刚开始时 斯坦利朱肯米勒 对某一行业或某一股票的每一特点 都写了整篇整篇的报告 在去委员会演讲前 必须先把报告交给研究主任看 有一次交了一份有关银行业的报告 斯坦利朱肯米勒 对自己的工作很自傲 可是研究主任在他读了之后 对他说 这份报告没有用 是什么使他上涨和下跌呢 他的这次评价对斯坦利区克米勒 是一大刺激 之后 斯坦利朱肯米勒就把自己的分析 集中到寻找与确认跟涨跌 有密切关系的因素上 而不是罗列所有的基本因素 邀决大多数涨跌关键的因素 是与收益有关 对银行股而言 尤其是这样 化工股表现的就相当不同 在这一行业中 关键因素是化工生产能力 买入化工类股票的最佳时机 是当化工界出现大量增加的 刺激因素的时候 相反地 最理想的卖出化工类股票的时机 是当化工界宣布 有大量的新化工厂设立起来 但化工类股票的收益 尚未下跌的时候 这样做的理由 是因为任何发展计划 都意味着在两三年内 公司的收益会降低 而股市总是对这种发展预先反应 二 另外一个帮助判别 哪个会涨会跌的信条 是技术分析 斯坦利朱肯米勒 非常注重技术分析 而斯坦利朱肯米勒 比部门其他人 更愿意接纳技术分析 即使斯坦利朱肯米勒的老板 许多同事还因为他喜欢收藏 所有市场图表 而把它看成是个怪物 然而斯坦利朱肯米勒 却认为技术分析 还是蛮有用的 1986年 朱肯米勒被屈佛斯基金 聘为基金经理 该基金自他设立开始至斯坦利朱肯米勒 在1988年8月离开屈佛斯为止 一直是基金行业中成绩最卓越的基金 最后他竟由于渴望与索罗斯一起工作 又由于他们的交易活动气质相近 促使他辞别了屈佛斯 而到索罗斯管理公司去工作 他认为索罗斯是他这一时代的最伟大的投资家 之后不久 索罗斯就把他的基金管理工作 交给斯坦利朱肯米勒 因为索罗斯决定去从事帮助前苏联和东欧的封闭的经济进行改革 索罗斯于1969至88年管理量子基金之际 该基金年平均报酬率为30% 朱肯米勒在接涨后的前5年 10年报酬率上升至1991年初 朱肯米勒在美日股市建立30亿美元的空头部位 亦对美国与全球债势大量放空 但在1月底美国对伊拉克的沙漠风暴战役前 他将多达60亿美元的空头部位全部转为多头 战争爆发之后证明他的看法正确无误 他最为成功的投资则是在该年稍后余欧 美日本债市与惠市建立的120亿美元部位 当8月与9月因经济疲软而使债券大幅上扬之后 他使量子基金获利大增 年底净资产达31亿5700万美元 索罗斯使朱肯米勒受益最多的可能是 操作方向的对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方向正确时赚了多少 方向错误时赔了多少 索罗斯对朱肯米勒的责难 绝少是多空的错误 而是在操作方向正确时没有尽可能的扩大利润 自1993年起 索罗斯旗下基金的投资组合 已经突破500亿美元大关 朱肯米勒除了直接管理量子基金外 亦负责监控其他旗下基金的表现 但整体上仍承袭索罗斯的投资哲学 即使索罗斯立即宣布退休 亦将不会影响此等避险基金的长期运作 斯坦利朱肯米勒的投资成功笔者归纳为两条 但是其实就是一条 就是在技术片里面重点提到过的资金管理 要银子不要面子 在1987年股市大崩溃之前 那年的上半年非常之好 斯坦利区克米勒本来看好股市 股价直线上升 每个基金大致都已达到增长了40%至85%左右 许多经纪人在那年很早就获利了结了 因为他们已经有很多收获了 可是斯坦利朱肯米勒的哲学是 如果你因积极进取而获利 就更应积极进取 这一点道理为索罗斯先生所强调 由于自己在这年一早就大赚的年头 是你应该大胆抓住的好时期 由于在这年一早就干得很顺手 斯坦利朱肯米勒赶到他有本钱跟市场斗一斗 斯坦利朱肯米勒知道牛市总要结束 只不知究竟什么时候结束 在6月份开始 斯坦利朱肯米勒看到几个因素 对股票的估价已极端过分 股利收益下跌2.6% 而市盈率一直维持在历史高度 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收紧银根有一段时间了 最后技术分析显示市场将要断气了 市场的力度集中在大盘股和高价股票上 大量其他股票都远远落在后面 这一因素使得股市高涨 就像喷射而起一样 市场在此后几个月中一直在顶部徘徊 斯坦利朱肯米勒一直持有孤空的头寸不放 到1987年10月16日 道琼斯指数从2700点的顶部跌到近2200点 斯坦利朱肯米勒不仅仅弥补了原来孤空的亏损 而且已恢复了以往的业绩表现 几乎使这年成为大盈利的一年 这是一个有益的教训 如果发觉弄错了 就应立刻纠正 如果当时心胸狭窄一些 面对予己不利的证据 仍维持自己原来的头寸或者拖延等待 希望看看市场能否恢复的话 他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这种善于接受痛苦的真理 并毫不迟疑 毅然决然地做出相应反应的能力 是一个伟大投资者的标志 斯坦利朱肯米勒的长期业绩 远远超过了该行业的平均水平 原因是采纳了乔治·索罗斯的哲理 保管好资本和经营好基地 才是获得长期收益之道 当你获利时 应该尽量积极进取 许多基金经理 一旦盈利达到30%至40% 就往往对他们这一年的交易 获利入账结束 在这年的其余十日 他们交易非常小心谨慎 为的是不要破坏了 已经实现的很好的年收益率 要想真正获得出色的长期高收益 就要苦心努力 在达到30%至40%收益后 如果你仍具有信心 就应该力争达到收益100% 如果你能把一些接近100%收益的年头 连在一起而避免亏损年份 你就能真正达到杰出的长期高回报 斯坦利·朱肯米勒 从索罗斯那里学到最有意义的 到并不是搞明白你是对还是错才是重要的 而是要搞明白你对的时候你能赚多少钱 你错的时候你会亏多少钱 这才是最重要的 索罗斯曾经批评过斯坦利·朱肯米勒一二次 的确对市场判断对 但没有能量最大限度的充分利用机会 他问斯坦利·朱肯米勒 你见了多大的仓位 斯坦利·朱肯米勒回答10亿美元的仓位 他不懈地反问 你把这也叫做仓位 这句话成了华尔街的经典 当你某件事干队时 对索罗斯来说 他会认为你总还是仓位持有的不够 他鼓励斯坦利·朱肯米勒 把仓位翻一倍 斯坦利·朱肯米勒照办了 结果该比交易变得极为有利 获利惊人 索罗斯教导斯坦利·朱肯米勒 一旦你对某比交易极端有信心时 你就应该敢于扼住机会的咽喉不松手 这需要有做投注的勇气 敢于抓住盈利不放 斯坦利·朱肯米勒 敢于在大行情爆发时赚大钱 又能在看错行情时 敢于要银子不要面子 果断砍仓的投资思想 是值得投资者参考的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